HELLO 所有直播前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紫山 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 今天可以在现场和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共同的来见面 那我们今天呢 位置呢 是位于我们Tutor ABC T-Done 一起来举办的是我们 猎猫特工脸书首映直播 那也邀请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可以永远的来进行参与 而在紫山身旁呢 有三位重量级的巨星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呢 HBO呢 重金赤姿来打造的 科幻台剧《猎猫特工》 三位的主演 我们的王世贤 吴子菲以及杨依宅 来干什么呢 大家好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一次呢 在HBO Asia呢 已经释出了非常多的 《猎猫特工》的一些预告片了 很多的粉丝朋友们都非常的期待 敲碗要来看到续集 以及首映 那要跟大家提醒到呢 在接下来的每周日 晚间九点钟呢 各位一定要记得 锁定我们HBO 以及HBO GO呢 共同的来观看 我们的《猎猫特工》 那在今天的现场呢 其实要跟大家提到呢 我们在观看首映的同时 也要邀请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一定要踊跃的来留言哦 因为待会呢 我们在九点钟的时候 会来播出我们《猎猫特工》的首映 那在首映播放完毕之后 也就差不多在九点四十五分 我们要很specific 九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邀请三位巨星 来随机回答我们粉丝朋友们的问题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 那接上来呢 我们在刚开始首映会的一刚开始 要先来问三位巨星 我想说 事前一个感觉好像有点听太久我讲话 对不对 接下来我要问第一个问题 好 我要快速快速快速 趕快切入主题吧 主题就是 那先来跟所谓的主演来聊一下说 我们这一次呢 三位为什么会选择接这个剧呢 在第一次看到这个脚本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说非接不可 因为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要当一个科学家 哦 科学家的部分 所以说我刚看到这个剧们 然后居然是演一个大脑的一个博士 那当然接啊 哦 大脑博士吗 开玩笑 人脑是很厉害的 哦 脑子真的很厉害 我真的看得出来在现场的部分 那子卑的部分呢 为什么会想要接这个剧 我的话 应该是说我很幸运就是 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这个演出 因为我还是一个新演员 就还在学习这样 那主要是这个主题 意识跟梦境 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个 一个话题 对 然后那时候跟导演聊的时候 就聊得非常非常开心 就好像找到知己一样 其实我在看就是 所有的预告片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是为了这个剧而生的 真的吗 我没有拍马屁 我没有拍马屁 但是真的 我们都不是为了是 你最是好不好 你最是 那其实因为他在 你有纠正过来 对 我有纠正过来 因为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每个角色 其实都非常贴 就贴近你们的人设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一展的部分 那想问一下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接这个剧的 我跟哥哥一样 哥哥说看到那个科学家 我是看到刑警 哦 刑警的部分吗 因为哥哥已经演过刑警了 哥哥已经演过刑警了 对 我很荣幸也看到刑警 可以耍帅 所以上一次说要演 大脑的科学家了吗 就是因为最交换的对不对 那好啦 那其实呢 在聊完我们第一次看完这个剧 然后决定要接之后 想要问一下三位 在演出的过程当中 挑战最大的是什么 应该属于这个科学家的 我的部分 比较那个学术专业方面 学术专业 是指着说台词很多 还是就是很 专有名词这样 专有名词非常多 所以要log几个英文的部分吗 呃 英文 我还讲德文 诶 德文 诶 德文 诶 德文啊 哈哈哈 那其实呢想问一下子杯 那在演出的过程当中 那其实刚才有提到 你第一次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 诶 这个想法是非常好 然后觉得这个idea是很棒的 烈梦特工的部分 那你在演出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是觉得说 诶 挑战最大的是什么东西 我跟跟爸爸一样啊 爸爸 爸爸 就是专有名词很多 我透明 因为我们都是科学家 你知道 因为他是念意念科学 哦 意念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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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本人蛮痒的 所以我想说 爸爸的意思是 我们是父女 哦 在剧中的部分 剧中吗 剧中 然后下到后 当然 有有有有 你一直叫爸爸 我想说 那应该是这个 事实当中也是以父女相权吗 那其实在一展的部分 在演出当中 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就是action的 打斗的部分 打斗的部分 我是比较五派的 我额外问一下 你在打斗的过程当中 有受过伤吗 我没有 受伤的都是他 真的 为什么 他也是科学家的女儿 所以其实他女儿中间也是 哦 卖了很多福币哦 因为动作戏 对 动作戏的部分 好 那其实呢 在跟这三位明星 刚刚其实有特别提到 我们的徐若玄 对不对 对 他现在也在新加坡 那其实呢 跟其他的角色 就是三位巨星 在跟其他角色 在进行互动的时候 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互动最难忘的事情 对 比如说你跟女儿 女儿受伤的时候 你哭得很惨 偶尔 不会 我都会保护她 都会保护她 爸爸都会保护她 如果有什么动作 对 需要我垫背的 我都会垫背的 那除了垫背 可以借胃 你不一定真的要摔啊 嗯 那你可以摔在爸爸肚子啊 大腿啊 什么都行 但是不能摔在地上 那很痛 所以最难忘的是 她摔在你的肚子上 没有 因为她要倒我也要倒 我要接着她倒 所以说我很怕 有时候在放 这个动线 不 一不注意的话 有可能会擦伤 就很危险 对 一些技术方面的部分 因为我们以前拍打戏也拍蛮多的 有时候在小地方还是要注意 真的 小时候看蛮多世贤哥的戏这样的 我也是跟那个戏长大的 对 那我了 那我了 因为其实我前面在刚开始的时候 有跟工作人员说 请问我可以跟世贤哥说 我去看她制长大的吗 她说等一下世贤哥应该会送你 太可爱了 那其实子惠的部分 在跟其他的角色进行互动的时候 你最难忘的东西是什么 最难忘的 跟世贤爸爸的话就是 她很常在现场会分点心给我们吃 点心 那个糖果 那个那个 一个传统的那种 类似大豆 那叫什么 对 蜜贱类 蜜贱 干嘛 帝王豆 帝王豆 甜甜的那个 就花豆 人家在拜拜 对对对 红色白色黑的那种 哦 什么的loko 超喜欢 哦那个是 所以就是带去剧 然后分散给女儿一直 看她们无聊 看她们无聊 就大家一直吃 我一直看剧本她们无聊 然后一直吃就对了 所以最难忘的是吃东西 对 就那个很loko的豆 就很好吃 然后每次就 就是会 所以她每天来一起 都会带不一样的食物吗 主要是那个帝王豆 帝王豆 帝王豆 帝王豆最深得你心 对 然后那一展的部分呢 自己在跟所有其他的演员 进行互动的时候 最难忘的东西是什么 最难忘的 哥哥每次无聊都会讲故事给你们 嗯 故事吗 她很多内在你们要挖掘出来的 她不容易去显露出来给你们 我可以小小发问嘛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在我们的稿子里面 小故事是什么 立刻把耳朵立刻给大家听一下 就是我们一无聊下来 她就自己会 欸你没有那个 然后开始就打入一个 我跟妳讲 情境师 对然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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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开了一个话题 她就可以一直延续 一直延续一直延续 一直延续 5 4 3 然后就开始演了 真的是大脑的科学家欸 表情非常清晰了 真的 那应该其实 刚才我们这一次有提到 《练梦特工》 它是跟梦境有关的一个主题 那三位曾经有朋友说 把梦的所有的一些意念 然后还有过程当中记录下来吗 因为像是我自己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有就是梦到过 就是自己一直不断地往下坠 一直不断地往下坠 一直不断地往下坠 还有梦到鬼的部分 所以我都会把它默默地记下去 比如说我几月几日梦到了什么鬼 然后几月几日就往下坠 蛤 你会记起来 对我会记下来 我也没有欸 从来没有记过吗 不会 我只有印象有一次很深刻的 就是梦到一个类似那种阿婆 阿婆 你上次说的那个很恐怖 我有看 好恐怖 快 我要听故事了 我们现在是无聊 我已经讲过 还要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因为我没有听过 因为她肚子饿 那我在吃面 然后她就跟我说 欸 少年欸 可不可以跟我一碗 我好多天没吃 我说好啊 没问题啊 老板 请她吃一碗面 那我真的要爬我的面的时候 我就看到余光 她又靠过来了 欸 少年欸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一天没吃饭了 可不可以再分我一碗 我说好啊 欸 老板 不然你就一直吃饭 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 吃到最后 我那一碗面我都还没吃 她又过来了 她的面又吃完了 小蕾 我真的真的好多天没吃饭了 你可不可以再分我一碗 好多天啊 小蕾 你很好 吃吃吃吃 我看她爬很快 她就吃完了 我说 她说 好 我还要吃 我说 不好意思 那就没面子了 不是说你都好 阿嬷 不好意思 她整个人的脸就猙獰了 好烦喔 然后她脸就变成 我小时候人家常讲的那种虎姑婆的脸 她说 我想要吃你 然后就抓过来 然后一直压着我的脖子 我就一直撑一直撑 可是我的第六感 我的印象当中 我听得到我家客厅 我妈跟朋友在那边聊天的声音 那我要喊 我要求救 可是我喊不出来 那我手也动不了 脚也动不了 全身不能动 我看她的脸一直逼近 一直逼近 后来心里想 啊 完了 好啦 让你吃啊 我就整个放松 她就 从我身体化过去 画过去之后呢 我眼睛一睁开 因为暗暗的嘛 在我床上 是在外地吗 还是自己家里 没有没有自己家里 自己家里吗 在我的房间 然后我就手指动一动 脚指动一动 我可以动 恶化不说 赶快冲出去 全身都湿了 我妈说你干嘛 我说没事 不是 刚做了吗 真的 你懂啦 真的 然后就 就吓到了 这个是我 到现在还没办法忘记 我听完你讲故事 我终于明白 刚才艺展长说 你非常会讲故事 是不是 你完全就是很认真的 而且你说 我感觉我们都没有 要进行直播 我就是很认真 在听那个阿婆到底要干嘛 你知道吗 就一直说 我要吃面 我要吃面 然后Ending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就说 变成虎姑婆 然后想到 也是太口气了好不好 那其实呢 有一个问题还是要来问一下 就是呢 我们其实接下来要进入的是 我们快问快答的环节 那这个呢 环节呢 其实我们要先来做一个预习 就是待会呢 我们要问问题的时候 三位的巨星 你们要用你们的手手 手指的部分 来指向你认为 那个答案的归属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练习一遍 就是三位巨星的部分 想问一下三位巨星 现场有一位 就是长得非常美的女演员 是哪一位 一二三 已经没有吃鱼 直接是子妃了是不是 就是这种感觉 你这样会让我得罪人 那徐六星 又会受到完仇吗 不会 他也很美 只是他现在不在现场 对对对 他不在现场 不然你害我得罪人 那我们现在有默契了 我们现在有默契了 现在要来问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三位 谁在片场 最会笑场 一 二 三 等一下 两票子妃 一票是贤哥 是贤哥吗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先给一展先回答好了 一展为什么会投给是贤哥 他只有一票 我不用说什么 因为很大量的幕后花絮 都有录下来 都有录下来 有评有趣的部分 未来就可以看了 那子妃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 获得两票 你连自己都投给自己 是很容易 就是 我就有发现你蛮爱笑的 笑起来很美 笑点很低 笑点很低 那通常好像都是跟 爸爸对视线 对啊 跟爸爸对照 就是跟视线爸爸一起拍的 好了好了 我 最搞笑 我承认 我很会笑 就是你很会笑场 那我会跟着笑 那我会跟着笑 那他就跟着笑 那他对我影响 那大家又一直重入 重入重入 好那第二个 要来问 我们现在已经属于1比1比0的状态了 第二个问题 谁在片场是大胃王 这个大胃王等等 大胃王要来比如说界定 像我自己的话 我本人可以吃大概两个便当到三个左右 真的假的 yeah 算货 就是 我好讨厌 哈哈哈哈 就是大概是这样 可是我不是白饭啦 不是白饭 还是要跟他分享一下 就是大胃王的部分 待会你指出那一位 你要跟就是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讲说 为什么你会选择他 好准备好了 一 二 三 大胃王 等一下 爸爸的 士贤爸爸是 哦 一盏吗 三票都选一盏 好准备我自己 指你自己吗 想问一下 为什么是一盏 士贤哥 因为他本身的活动量太大了 嗯 他玩三铁 三铁 三铁 那个什么 三铁人欸 没有铁人 三铁人吗 对啊 所以是三铁人玩又拍戏吗 呃 运动量比较大 运动量比较大 哦运动量比较大 里面的武打比较多了 对 他武打要多 所以就是吃很多 但他吃很多大概是多多 曾经讲是一个大概 两个便当都没问题啊 两个便当真的都没问题 哦 两个便当吧 可以啊 可以啊 而且是很大量的哦 是真的很大量 就大排骨 大鸡吃 就是有人吃不下 他还是可以帮忙一起吃 这很多功能欸 而且会收拾得很干净哦 对 都吃光 就是全部一颗米都不剩 哦 剧组的吸尘器啊 哈哈哈 剧组吸尘器吗 对 一盏没有要反驳的吧 这有路在幕后花式吗 要把衣服脱了吗 要把衣服脱了吗 不用先不用 没有啦 这个就是 真的运动量比较大 对 运动量比较大所以吃的比较多 很合理啦 你多动就多吃 是是是 好 那接下来问第三个问题 这个其实我觉得 我刚开始在接到 这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想说 咦 因为其实在剧组啊 大家都知道演员拍戏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像是看一些 墨洛旭 像我有些朋友 他可能是演员 他们在那个片场 可能就到处睡啊 各种睡 什么站着也睡 坐着也睡 躺着也睡 就各种奇怪的姿势 都在睡 对 这个的问题 就要来问哦 谁在片场 是最会找时间来补眠的 想好了齁 还是又要指自己了 又要指自己了是不是啊 来准备好吗 一样一二三指出那一位最会补眠的 无庸置疑就是我们的士贤哥了 成了成了 士贤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常有多会找时间 以及空档来补眠吗 不是啊 因为哦 因为这个跟人的精力有关系啦 哈哈 因为我曾经拍过那些 安党戏啊非常多 对 那几乎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然后我们就训练出 随时随地都可以补眠 哇 你有站着睡着过吗 有哦 排细的时候靠在墙壁靠着柱子都可以睡 这么优秀 那如果老婆一说 准备了啊 那你就会起来了吗 我就起来了啊 然后该讲的话我们还是记得 太厉害了 因为其实我们没有 果然还是大脑科学家耶 其实我们没有很深层的睡 反而在只是闭目养神 但是呢 那个台词一样在头脑里面转啊转 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你叫到我 我都知道我要接谁的话 哈哈哈 真的假的 真的吗 不管什么时候 这已经训练出来了 就是子妃在讲话的时候 就在她对面睡 难怪她会笑场 所以她在讲台词的时候呢 就在对面上一直睡 难怪她就一直笑场 那想要问你们 在片场有看过她最奇特的睡姿吗 两位 易展跟子妃 有看过吗 好好讲啊 好好说话 这不要威胁 这不要威胁 没关系 老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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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奇怪的睡姿应该是没有啦 那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哥哥的皮肤会这么好 嗯 皮肤 嗯 就是边拍边睡嘛 哈哈哈 边拍边睡吗 一直在保养 我很羡慕她的保养 好会保养 因为其实真的我还是不免除她提到 你真的完全没有变 啊真的吗 是不是 而且你是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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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对不起我跟她下跪 哈哈哈 我跟她下跪的部分 因为年纪有关系 而且因为我本身非常爱看乡土居 哦 非常非常爱 然后以前在国外读书 嗯 然后他们都会一直播乡土居 嗯 我每一天都在看你 然后今天得知 因为本来是只有子妃跟易展想说新生代 然后想说嗯有点小小失望 没有啦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熟男星 然后听到你要来 噢 世晨刚来吗 然后就说 哦对没错 然后今天想说 你要见我的明星了 难怪我一直安排在那里 对对对 还心动 好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要问一下就是 其实刚才有透漏了一点点 有人就动很大嘛 对不对 就是运动量很大 哦对对对 那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 谁在这个片场最会找时间运动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奇怪 嗯 对对 找时间运动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回蒙 他就立刻在福利提升 或是一个回蒙 他就立刻仰臥起坐这样子 有吗 准备好了 等一下三秒一样指出最适合的人选 三二一 等一下 嗯 这个有出乎意料欸 嗯 运动吗 嗯 不同的运动 欸等一下 你不要好好说再好好说 这要好说 不同的运动是什么 说什么 你不要讲得好啊 对对对对对 爸爸的运动是有点像健康操 哦 健康操 对对 他就是会在原地健康操 可以跟大家示范一下吗 我也会被布光了 就是会这样吗 就是 会跟他一起动 这也是运动啊 就是一些 这种甩手 对啊 会怎么要甩手 因為我曾經在肩關節有受傷 然後有個老師就教我說要用甩手 大家現在會不會在看我們的直播 想說這些人怎麼了一直在甩手 就整個直播都在甩手 像你去公園 有時候看那個阿伯有沒有 那個阿伯阿公在那邊甩手 那其實這樣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平台然後放鬆 然後就下來 可以促進那個血液循環 所以這個是你保持這麼年輕的秘訣嗎 甩手 當然還有很多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因為時間不夠 還有還有時間 主持人在Cue的OK 還有一點大概兩個tips 除了甩手以外 邊睡 沒有 睡覺當然很重要 你一定要睡得很沉 你剛剛已經表現了 對 除了睡覺然後甩手還有呢 多喝水 哦 他喝很多嗎在片場 大概喝多少 沒有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一直喝 一直喝 就只要一咖就喝 我們好像都是這樣子 一咖就喝水 對啊 所以三位 我若干年後看到三位之後 你們還是會講這樣嗎 這樣有點可怕 就若干年後看到你們三位 就還是一樣保持現在這個容貌 那剛剛有提到 指標有講到說是一咖 他也會繳時間 空檔運動對不對 嗯 那像是 爸爸的部分是甩手 那 一咖的部分是 一個回蒙 加強甩手 哈哈哈哈 加強甩手 哈哈哈哈 那除了 哎 除了甩手以外 甩手以外 有自己的特色 開玩笑的 甩手的點 現場是因為 可能要打 打戲的 你要活動關鍵 以免受傷 對 HBO人保護我們 一直跟我們說 千萬不要受傷 安全抵擬 所以導演都會希望我們 這場action之前 這場如果是大打戲 我們都要暖身 嗯 就是暖身的部分 是在那邊做仰臥起坐 然後就裸上身這樣 也不一定啦 好有畫面感喔 好有畫面感 你好很興奮 哈哈哈哈 陳全他一下 陳全他 陳全我 就是所以你們就是 一直會做一些就是 你知道暖身的部分 是怎麼樣的一個運動 就是就是暖身 那有些 像有些人暖身是這樣啊 像有些人暖身是 你知道這樣子 哦 就是你講的拉拉筋 哦 拉拉 哈哈哈哈 很開心是不是 是push up 對 push up 難怪 其實不只 我打裡面有很多哏 哥哥也會出現 哥哥也會出現 也會 那子貝有在空檔運動嗎 還是就 我跟著 爸爸甩手 好 跟著爸爸一起甩手 然後一起吃零食 都跟著爸爸 太可愛了 我記得漠花絮 我們很像有一群人 跟著你 有嗎 跟著一起甩嗎 有嗎 有嗎 有 好像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留下來 真的 我記得一箱 會像有 他一起甩手 這個畫面也太精彩了 很值得給大家看 希望希望希望會有 希望HBO有剪出來 哈哈哈哈 好啦 接下來是最後一個問題哦 其實有人主張做夢是清醒的時候 像壓力的一些釋放 你比較想要有做夢的睡眠 還是一覺到天亮 哦 這個很難 你聽是什麼 我喜歡一覺到天亮 你喜歡一覺到天亮 嗯 浴展也是一覺到天亮 那子妃呢 Enjoy在夢中 也是一覺到天亮 但我覺得有時候夢境會帶來靈感 你有什麼夢境會有靈感的嗎 沒有 就可能 因為夢境太天馬行空了 對 所以就是會有不同的想像跟刺激 像我有時候可能前陣子夢到自己變成一個殺手 然後超級就是 非常有很多的能力 會飛沿走壁那樣 就覺得 還是可以寫著劇本之類的 就會有一些東西 然後你會有很多的想像的空間 我們編劇國光老師應該常常天天都在做 對啊 他們都在問說 欸 你們現在夢境是怎樣 在夢裡面 一直在夢裡面 這樣子 找靈感 不然怎麼編出我們這麼棒劇 對 這個真的是有 也有可能哦 對啊 每個都在做夢 下次問他一下 那其實兩位的話還是要問一下 就是士顯哥跟一展 你們一覺到天亮是真的每一天都能夠一覺到天亮 唉 我不行耶 我不行 我失眠嚴重慘 我也挺嚴重的 但是有時候也不要強迫自己一直睡啊 嗯 那是你開箭的時候都在睡耶 那是因為無聊啊 無聊可以說故事 我覺得你很適合說書耶 不是啦 有時候只是閉目養神而已 但是你要真的深層的睡眠呢 還是得要低 要多運動固定啊 這種睡眠 你要 你要有一些 要懂得捨 有些東西你不要去想 想不懂的東西你就丟 對 一定要做到這一點 我要哭了 因為其實你跟我講的就是我心理醫生跟我說的話 要捨 對 他就說你們要捨 人生當中有些東西是要放下 我終於平白講爸爸的意思 真的啦 你要有捨 就像我一個老師跟我講過 當你想不通的時候 你再多努力的想 想個三天三天你也是想不出來 真的 到時候 倒不如放手 丟了 搞不好你睡覺起來你就想通了 嗯 哦 嗯 你是什麼人生導師耶 拐個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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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講的話就你平常 你跟紫蘭一樣就是會失眠對不對 我會 所以很少會移覺到天亮 運動量大就比較好睡 然後 像哥哥講的就是別想太多 可是因為其實我有聽過有人說 像是運動量極大的時候 你其實反而會睡不好 因為你太亢奮 哦 那是時段 時段不對 哦 是時段不對 你要是晚上十點睡覺的人 你六點七點還在運動 那絕對睡不著 亢奮了 對對對 你最好能把時段移到一大早 移到一大早 一大早把你該做的做完 下午你就是越來越恍合 越來越恍合 然後進入到晚上的時候才會 躺在床上比較好睡 躺在床上比較好睡 嗯 大家了解了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偏好 一覺到天亮 除非是有需要寫劇本的時候 才會希望做一個夢這樣子 哈哈哈哈 對 好啊 其實要跟大家提醒哦 我們待會呢 再過最後的五分鐘 我們在今天的重頭戲 也就是獵夢特工呢 就要在我們線上 來跟所有直播前方的粉絲朋友們見面了 那提醒大家 這一段我要繼續講很多話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插畫的話 隨時歡迎 因為不然我怕你會無聊好不好 我們可以睡覺 可以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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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秀給大家看就是隨時睡這樣子 那也要提醒大家 我們待會呢 在播放這個影片 手印的同時 也歡迎各位粉絲朋友們呢 可以動動小手指 在我們的手印裡面呢 來進行留言 那待會呢 在手印結束以後呢 回來到現場呢 會有我們三位的劇情 在現場 直接來隨機回答各位的問題 那也要提醒各位哦 要把握這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因為我自己本人也很想問 可是我手機沒有辦法帶進來 因為HBO禁止我 不然因為我很想要問世界各很多問題 人生的導師部分 那也要提醒大家 那我們待會呢 在9點鐘 來拍一個節目 對對對 節目的部分 黃老師時間 真的真的 9點鐘的時候呢 那我們在知道呢 HBO Asia在製造這個台劇當中 我們在這一次哦 是下重金 到這一支獵夢特工 我想問一下哦 跟你們過往的這個拍攝經驗來說 你們會覺得說 哪裡有感受不同嗎 因為像是有些人說 我覺得 預算很多的時候 可能就是 重資在進行的時候 你們就覺得說 我們所有的特效也是特別的不一樣 等等的 所以在這方面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感受嗎 我覺得這一部戲在動畫上面 會讓我覺得蠻想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參與 這樣子的一個戲種 然後在拍攝的過程 我必須得要跟空氣啊 看不到的東西演戲 然後這個對我來說有點難 所以說我那個時候 我還蠻感謝導演 他有時候會現場素描讓我們看一下 哦素描 對 影片 特效影片 對特效影片 導演自己素描 特效導演 哦哦 特效導演 比如說什麼意識融合啊 然後我跟洛軒怎麼樣意識融合 融合長什麼樣子 哦就是沒有那個想像空間到那邊 對對對 然後他就會畫給我們看 他也太優秀了 我把現場直接快速說出來 導演很會 好像是學這個 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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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直接 他就是美術的 直接現場畫 也很強耶 很強 開玩笑 因為其實現場講話都有點不太 有一點困難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紫輝跟議展的話 在這邊的話 感受最深是什麼 前置準備吧 對 我也跟他講前 兩個都是顯示準備 因為其實這部戲在開拍前 我們大家其實都有一個月的相處啊 甚至是他去上他的槍擊課程 然後我們準備我們學科的部分 對對對 一起學德文 然後跟爸爸準備好豆腐 對各種 生氣豆 學科的部分 學科的部分 什麼叫意念科學 對 這一部分等一下再跟大家來進行推薦 好不好 你看畫腳劑開 對畫腳仔劑開 開心的 開心的 那也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的時間 有差不多要來進行到我們這個 烈木特工的手印了 那提醒各位 待會在9點自主五分的時候呢 我們手印呢 左右的時候回來結束 那也提醒各位 要記得 設上我們的鬧鐘 在9點自主五分左右的時候 再一次的回到我們直播現場 那現在呢 就要將時間呢 來交給我們 好朋友們 來直接觀看我們的烈木特工 首印囉 嗨 嗨 嗨 身長高的D姐太精采了吧 嗚 他其實不僅買得非常多的符別 而且特效方面 剛才還有一些像是我們特效化妝 我都覺得超厲害 就是看到會毛骨悚然很自豪對不對 欸 這個化妝真的不太好 真的很厲害 而且你們兩個也太帥了吧 給你一個掌聲了 超帥 我剛剛都懷疑想說我是在跟同一個人聊天嗎 在現場都覺得哇 太可怕了吧 那你提醒所有呢 現在就在觀看我們直播的好朋友們 如果想要知道後續發展的話 不要忘記喔 接下來每個禮拜天的晚上九點鐘 一定要持續的來鎖定我們的烈夢特攻囉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進行的就是我們的問答時間了 三位期待嗎 期待期待 剛才我剛剛看了一下留言 裡面有非常多講到說 他想要夢到是賢哥 哈哈 因為我剛剛第一幕 你一出來的時候 我說天啊 太帥了吧 就是你把他演得很滄桑 然後我剛剛其實在開始之前 又跟每個演員大師都有聊過 然後紫飛裡面也是就是 講了一些我都完全聽不懂的話 一整個演員也是不同人 你真的有自己獨特的魅力 那接下來要先來問的就是我們第一個問題 我們其實現場的小編呢 都有幫各位來同整座的問題之後呢 我們第一個問題是來自於我們的粉絲 陳一鳴 他想要問的問題就是劇中啊 其實有提到一個盼夢機 看起來非常厲害 而且是您本人見到對不對 對 那第一次看到盼夢機的時候 你們有嚇到嗎 我是很嚇 很驚喜 然後怎麼會做得跟我小時候想的那種科幻 哆啦A夢 哆啦A夢 蠻像的哆啦A夢 其實剛剛其實在劇中有特別提到 就是女兒的部分 就是女的部分 他其實剛開始就是沒有想要幫爸爸使用這個東西對不對 還蠻抗拒的 那其實你在第一次看到這個探夢機的時候 你感想是什麼樣子 第一次看到就覺得探為觀止啊 因為其實我有看到設計圖 就開拍以前導演有給我們看設計圖 之前有已經看到了 就覺得真的嗎 真的嗎 然後看到本尊的時候就 太佩服這些美術團隊了 就真的做得很好 直接下重本 對 給HBO一個掌聲 好 那這邊的音展 一樣要問一下 你探夢機的部分 因為你剛有提到說 探夢機 你說要進入到那個昏迷少女的夢中 來探索所有的東西 我真的有認真在看 嗯 進入到那個少女的夢中裡面 然後來探索一些訊息啊 線索 你第一次看到探夢機的就感受如何 大家都嚇到 那你的部分是覺得 喔好 一定也是嚇到 嚇到 然後我就試著躺在上面 因為你下次進不去呢 你們剛才看到了 哈哈哈哈 所以就這一次就覺得說 除了他就是一個很科幻 然後覺得下重本 然後覺得說 怎麼可能會做到這件事 但要跟大家講一下 所有的粉絲朋友們 我們這一次在 獵夢特攻裡面 全部都做到了 所以呢 要請大家持續的來追蹤 每個周日 晚上九點鐘 要不斷repeat 這件事非常重要 好緊接著要來問的 這個問題 也是我本人非常想要問的 這個來自於粉絲 就是庭家 他想要問紫菲 台詞是不是很難背 感覺你好像在繞我口令 因為我在剛開始 是要開音錄之前 也是跟紫菲討論這個問題 你講了一堆我聽不懂的話耶 就是都是中文 什麼穿骨穿刺 穿骨穿刺 對 他就說這個東西是穿骨 而且他就很認真地講 可是就很認真地講一些 我聽不懂的話 述途 對 在背台詞當中 有沒有遇到一些評審 一開始當然 一開始看劇本的時候會覺得 就是 會一直打劫 對 然後是直到後來有去 劇組安排我上 那個宜蘭大學的 跟一個教授上課 然後經過他上課之後 其實就比較理解說 要怎麼去講這些話 然後因為你理解 你比較可以消化它 所以後來在記台詞的時候 就有比較稍微順利一點點 因為其實還是蠻 蠻困難很繞口這樣 對你超級繞口 而且你講的只有聽不懂的話 真的 而且我剛剛有看到 劇中 你好跟日本人對話試試 對對對 我覺得那是 你剛剛說是新人演員嗎 其實我覺得你的功力 非常非常深厚耶 很厲害 好啦 接下來其實還是要問一下士賢哥 喔博士 他博士出來就是讓我嚇到 就再一次愛上你本來已經夠愛了對不對 想問一下士賢哥 為什麼都接一些脾氣啊 看起來好像是很暴躁 但是其實是豆腐心的角色 嗯 你會不會很怕被定型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說 欸我就是一直演壞人 然後突然演好人 可能觀眾接受不了 不會啦 不會 我覺得角色如果有 有故事有衝擊 我都很願意去改變 你都很願意去改變 所以就是說不論好人壞人 你都覺得你的演技是可以征服所有人的嗎 要 那沒有人 我想說這個東西你應該會謙虛的跟我說還好 不是啦 因為我覺得在拍劇的過程裡面 我比較喜歡挑戰 喔比較喜歡挑戰 就是不喜歡都是演一樣的東西 一成不變我就 我其實剛剛在看裡面的東西 我還是不得不說所有粉絲的朋友 他真的太帥了 有一幕他就帶什麼精神科啊 然後還有什麼有的沒有的 Memory啊我想說天啊 這些東西就是 不太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到的東西 但你們在劇中都把他講得好像很日常 就是喔大家好 我們就是要穿股 然後這些東西都是很認常的東西 所以你們非常厲害欸 所以接上來我要問一個這個問題也是 我剛剛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就是認真的懷疑我自己的人生 就是我是在跟同一個人聊天嗎 就是一展 因為一展其實在劇中 他是飾演刑警 除了看起來非常帥氣以外 他整個人就是感覺就是 個性是不一樣的 你小時候是有夢想要當刑警嗎 有啊 每個男孩子都會有的夢想吧 當刑警太帥了 太帥了 因為像我弟弟是 他的願望是當計程車司機欸 不是刑警 真的嗎 對 他的願望是當計程車司機 然後我說嗯怎麼會有這個願望 就是說嗯他覺得這樣蠻酷的 所以其實每個男生 像你的話 我就覺得說刑警 你演起來就是非常像 而且特別是就是 我是警察 然後我要知道誰誰誰的那個情況 我就覺得說也太像了吧 就感覺是不同的人 你在演的時候 除了小時候有夢想過之外 你在劇中演這些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感覺就是我自己嗎 沒有耶 其實就是很理消這個 這個角色很鮮明 很鮮明 很鮮明 你會很強烈的感覺 我們三個角色的個性 其實都很鮮明 對啊 然後我在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個感觸很深 就是那個悸動 我就想天啊 你們三個也太會演了吧 然後實在他劇中 我有看到一些角色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整個就覺得說 很值得給他們一個掌聲欸 謝謝謝謝 好啦那接下來 還是要直接來問一下三位 現場的大明星 希望在夢中夢到的人是誰 這一個問題是來自Jockey 這一位呢 他說 他想要在夢中夢到我 然後我直接回他說 可是我想夢到施賢哥 那所以我想問一下三位大明星 那分別我們先從施賢哥開始說 希望在夢中夢到的人是誰 遇見哪一位 遇見哪一位 真的把我問啥 你們先回答好不好 對 我想不到 你呢 想要遇見誰嗎 想要遇見誰 想要遇見誰 還想要再遇見一次國村準現場 真的假的 真的 就太喜歡他 就太喜歡他了嗎 就想說再跟他 就是尬講一次日文 對尬講一次日文 就是中文他日文 沒有就一起 一起日文 因為在夢裡面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 對 都可以發生 所以就大家一起講日文 對 這就非常有趣 那一展呢 希望在夢裡面遇見哪一位 我的想法應該跟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我會想要夢到逝去的人 對 你逝去的人 你一定會特別希望可以跟他說出話 對 對 突然有點感情 怎麼辦 因為我其實那個時候也有夢 就是希望夢到就是一些逝去的家人 像是阿嬤之類的 那個時候因為跟阿嬤的感情很深 所以就會希望在夢裡面遇到 士誠哥到你了 希望遇見哪一位 這題要好好回答 因為很多的粉絲朋友們都想要 因為我這個人比較隨和 所以我夢什麼都行 就直接這樣了嗎 夢誰都行 對 因為我相信我如果能夠夢到的話呢 就表示那個人一定跟我們蠻有緣的 嗯 我覺得你今天晚上回到家 可能會夢到子妃跟逸展 因為你們今天見面時間最長對不對 對 好啦還是一樣蠻有趣的 那緊接著呢 要來問一下這個問題 它是來自於我們粉絲叫做鄭安傑 這個問題我覺得 問出來有點該打屁股了 因為我從頭到尾 這位直播的 所有的一個間隙都不斷的講 他這個問題是來自於說 我們想看完首播他非常期待 想要知道後續什麼時間 在哪裡可以看到其他的劇集嗎 嗯 這一點 是不是很值得打屁股 因為答案還蠻明顯的吧 嗯 就是禮拜日的晚上9點鐘 要記得在我們HBO以及HBO Asia 都可以來收看我們烈夢特攻 還有HBO GO 對 都有 那緊接著呢 這一題我是自己私人想要問啦 就是我本人我就是那個粉絲 因為剛剛全程呢 在手印的時候我都在 然後我要躲在廁所裡面看 蛤 這一題我要問的就是 你們在演出這些東西之後啊 你們覺得在對生活當中 有什麼樣的一個啟發嗎 因為其實有些人在演完一齣劇之後 他可能說欸 我們演完這個博士之後 他可能到生活中他會覺得 嗯 有什麼樣的應用等等的 你覺得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嗎 嗯 我覺得 我覺得 世賢哥我們這個是賴佛喔 哈哈哈哈 賴佛這樣 我們那個賴佛喔 嗯 沒有你問的問題呢 我會覺得 看了這部戲 演了這部戲 我個人會認為 應該要珍惜當下 應該要珍惜當下 嗯 不管是未來事啊 或是過去事 其實 未來 不知道 然後過去也沒有辦法去改變的時候 會更讓我珍惜現在 尤其是劇中陳天麗這個角色 因為曾經的過去 一直壓著他 傳不過氣 嗯 然後直到女兒的出現 李霄命案 所有的 層出不窮之後 欸 我變得覺得當下 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發現自己存在的 價值跟必要性 然後直接就應用到現實什麼 對 那更珍惜 現在所跟女兒相處的一些時間 那女兒呢 我的話就是 真的是要更珍惜 跟家人的相處 嗯 對 就是真的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 以前沒有看到的問題 尤其是跟家人之間 就是跟爸爸之間的那個溝通啊 或是跟媽媽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跟家人 多多少少會有溝通上的問題 對 所以演完之後 確實真的 我花了很多時間 開始 只要有空就回去陪家人 好 那一整的部分呢 對啊 剛剛哥哥跟子妃講的 我也有相同的感受 嗯 另外比較 要不同的就是 多加一點 或希望就是 這些看到的科技 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真的會 反映在我們的現實生活 是 然後它又可以幫助到 更多更多的人 對 不是只有戲劇的張力而已 嗯 嗯 好 那其實我們今天的首映直播呢 也差不多要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最後一點點時間 交給我們三位主演 有什麼想要跟我們 在直播前面的粉絲朋友們 來說一下的嗎 當然希望各位觀眾朋友 能夠繼續觀賞我們的 獵夢特工支持我們 謝謝 那我們子妃 每週日晚上9點 HBO HBO GO 記得觀看 好 那我們這邊一整呢 你押走囉 後面還有更多精彩的劇情 是真的很真的很精彩的劇情 謝謝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再次感謝所有現場的粉絲朋友們 準時的來收看我們每週日 軟天9點的 《獵夢特工》 這一次來感謝我們三位七星來到今天的現場 來跟所有的粉絲朋友們見面 那也提醒各位喔 會在HBO以及HBO GO呢 等待著大家 帶領著各位呢 進入到我們的 《獵夢特工》世界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 掰掰 掰掰 掰掰